今天我们还是继续通道混合器更改颜色的方法 那使用这个技巧呢 你可以把一些颜色变成黑色和白色都没有问题 在上一期呢 我们是不是讲了色相饱和度啊 当你放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蓝色的区域里面 它会存在一些品红色的元素 为什么呢 因为色相饱和度它直接在改颜色 它没有什么色彩理论和根据的 但是我们使用的通道混合器又不一样 你看它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指的是不是把红色和蓝色的通道的位置调转了 那很多朋友他看到这里的话 他就有点懵啊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因为你在平时的工作中啊 你是不可能老是在改红色的吧 这个是通道混合器改的颜色 那这个呢是摄像饱和度改的颜色 对吧 显然细节上面它是有千差万别的 你说一张照片它如果是出现高光阴影比较明显的地方 它很容易产生这些问题 你看但是通道混合器它就不会 那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呢 首先建议你把通道面板把它调出来 等会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通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理解一下 为什么要把红和蓝进行调化呢 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首先我们把它重置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张图像 里面有红绿蓝三个瓶子 里面分别装了100毫升的水 也就是最多只能装100毫升 对吧 但是呢 它有一个备用的瓶子 那通道混合器呢 它就是在干这种事情 它把通道里面的亮度进行调转 对吧 那我们第一步呢是干嘛 是不是我们是首先选择的红色通道 对吧 为什么当前你会看到红色是什么原因 你把通道里面打开来看嘛 实际上就是因为红色的亮度最多是吧 也就是说在红色通道里面越白的区域就是红颜色越多的地方嘛 那所以说你会看到它偏红 为什么绿和蓝它是黑色的 是不是因为它没有颜色信息 它很暗 所以说你当前看到的就是红色 好那接下来你想象一下吧 那如果我把红色通道和蓝色通道调转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具体是怎么做呢 首先选择红色通道 我们把红色通道里面的颜色全部去掉 那为什么它会偏轻呢 是不是因为红色通道里面的信息没有了 只有绿和蓝 所以说它会偏轻 如果你把它对应到这里来看的话 它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把当前这个红颜色的颜料 你首先把它倒出来 比如说倒到这个备用的瓶子里面去 对吧 然后我们选择蓝色 然后把蓝色再倒进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现在是少了一个通道信息的 所以说你要把刚才红颜色备用的信息 你把它再倒进去蓝颜色里面 那现在它实际上通道的组合方式就是这个状态 你回来这边来看 你看我们是不是首先把红色去掉了 对吧 然后我们把蓝颜色的亮度把它倒到红颜色里面来 然后再选择蓝色通道 对吧 蓝颜色 它是零 然后我们是不是把红颜色的亮度再倒进去啊 你看它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现在的通道里面的情况 我们重新来理一遍啊 红颜色是最暗的 绿颜色其次 蓝颜色最亮 是吧 就指的红色的瓶子啊 你现在对应来这张图来看 是不是一个道理 蓝颜色最多 绿颜色其次 红颜色最暗 那么它在整张图像里面 它反映出来的结果呢 它就是一个蓝色 蓝色是这么来的啊 那接下来注意 你这样操作的时候呢 通道里面的总数是没有变的 我只是把通道的位置调转了一下 知道吗 这个是蓝色 它是有颜色理论 颜色依据的 因为通道里面的总值 它没有去变 但色相饱和度呢 它就不一样 知道吧 它是整体啊 直接再添加 或者是减少 它是很直接的 既然改成蓝色 你会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是把它变成绿色 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同样啊 再次新建一个通道混合器 首先还是选择红色 你看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绿色的话 那么你看通道里面 是不是明显绿色要最亮才行 红色是其次 对吧 那接下来你用这个思路来想一下嘛 那如果是我把绿颜色的通道里面的信息 全部去除掉 对吧 然后我把红颜色的亮度倒进来 那是不是现在 绿色它就最亮了 但是红色还是以前的状态 它还没有去变 那所以说你要把红色倒掉嘛 对吧 然后把绿颜色的信息再加进来 它现在是不是绿色 但是你可能会说 这个绿色不是我想要的 对吧 它太绿了 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再次把它打开 也就是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说 我绿颜色找你红颜色去借了100块钱 你看红颜色这么亮 但绿颜色这么暗 那你就跟它说 小红借我一点吧 对吧 然后小红答应了 然后你就把小红的亮度拿进来 首先你得把你自己去掉 去掉之后 然后把红颜色的亮度加进来 但现在红绿是一样的 那你需要去红色通道里面干嘛 把红色剪掉吧 然后把之前的绿颜色的信息再掉进来 那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红颜色的通道的亮度和绿颜色产生了掉转 但现在的问题是 它太绿了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说找小红借钱的时候少借一点 对吧 不要借那么多 我们绿色 比如说我们红色说你只借我50块吧 借我50块 但是我自己还有50块呢 是这个状态吧 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也就是你回来通道混合器里面看 现在是不是绿颜色通道的亮度最亮啊 也就是指在红色这个瓶子里面 那红和蓝它都是比较暗的 那绿颜色呢 它比较亮 那所以说当前画面就是一个绿色 按照这个思路理解下去 是不是青品黄 你都可以用这个套路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再次把它关闭 我们重新新建一个通道混合器 那青色呢 青色怎么来 青色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模式 青色是不是绿色和蓝色相加得到的 你回来这个案例里面看 但是绿和蓝现在是黑的 没有办法对吧 你要把它变亮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绿和蓝得到青色 那红色它肯定就是最暗的 那所以说你首先把红和蓝的通道调转一下 对吧 也就是我们首先选择红色 红色通道 那你把红色去掉 把蓝颜色的亮度把它给它 然后我们在蓝色里面 是不是把蓝颜色去掉 然后把红色的亮度给蓝色 那现在是不是偏蓝 但是现在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绿色 对吧 那我们首先再找到绿色 绿色呢 是不是首先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 要拿一个通道 是不是要红色通道 把之前的红色的亮度拿起来 那现在绿和蓝两个通道是不是很亮呢 那所以说它是青色 那和刚才的绿色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现在拿的太多了 你拿别人的红色拿的太多了 你要保留一点 对吧 所以说你红色我只拿50行不行 然后我们在绿色里面本身的50加上 那蓝色是不是一个道理 我们拿50 然后自己呢 然后再保留50吧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你这样子来回来这样去混合 它就会变青色 但是你要注意通道里面的总的数值 是没有去变的 那接下来你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对吧 这是一个汽车啊 估计没有三万块钱买不下来吧 我们看一下 当前你看一样的道理啊 红绿蓝对吧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白色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去做个选区 那这里的一个叫做对象选择工具 是不是框选一下主体就可以了 首先你还是做一个大致的选区 等会再来细调也行 我们基于这个状态呢 去新建一个通道混合器 如果是我要得到白色 那显然红绿蓝三个通道里面 哪个星期最亮啊 因为白色它怎么来啊 你先看一下 白色它是不是红绿蓝色 数值是相等的 它才是白色 对吧 也就是同时发最大的值 但是往往你这个汽车 它不一定是纯白色吧 它在图像里面的表现方式啊 所以说你看红色它这个样子 绿色蓝色 是不是我把三个通道的颜色 变成和绿色一样的通道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 是不是首先选择红色通道 你把红色剪掉嘛 对吧 你说绿色借我一点吧 绿色就把他的通道信息都给你了 那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 是不是黄色 因为为什么是黄色 是不是红加绿等于黄啊 但是现在还有蓝色通道 它没有去变 所以说你再次选到蓝色通道 把蓝色的代码是不是去掉 把之前的绿色通道里面的信息 再次给它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白颜色的汽车 当然这些区域没有涂抹干净了 你到时候再次微调就行了 甚至说这里的车牌 如果你基于这个状态 你去上面去加一些对比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基于这个状态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重置一下 黑色怎么来 是不是只需要把红绿蓝 三个颜色变成和蓝色通道 一样的就可以了 对吧 你首先选择红色通道 然后把红色首先去掉 然后把蓝色加起来 是不是可以 然后选择绿色通道 然后把绿色去掉 然后再把蓝色加起来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黑色的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重置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黄色怎么办 你看当前为什么是绿色 是不是因为绿色通道的信息太多了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你把红色通道和绿色通道的信息 调转一下 就是始终啊 你下去的时候 你看着这张图来去做 也就是说 首先什么意思 三个通道里面 哪个信息颜色最多 是不是绿色 对吧 是绿色吧 那我们把绿色先把它全部给剪掉嘛 剪掉 你要拿到哪个通道颜色信息 是不是红色通道啊 你要把它调转一下嘛 所以说你要把红色通道的亮度拿起来 如果是红色通道 它没有发生变化 那我们就把红色变成零 对吧 把之前的绿色的信息拿上来 它现在是不是黄色 那这个黄色怎么办 你要进它微调 你也不要去用色相饱和度 你建议你使用可选颜色 你可以选择当前画面的黄色区域 注意你现在是在混合颜色 知道吧 你可以让这个黄色多一点 或者是少一点 你也可以为它去剪青色 加红色对吧 也就是说让这个黄颜色的成分里面 多一点点的红色 甚至你可以去加一点点阳红 剪一点点阳红 都没有问题 你这个是在控制 色相饱和度呢 它直接在改 底层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往往推荐你使用这种方法来改颜色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有时候你要注意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当前它有两双鞋 对吧 但是如果它们的亮度是不统一的 你要去匹配颜色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颜色匹配成这个颜色 但是又要保留一些细节 实际上那就要使用更改通道里面本身的亮度来去做选择 来去做选区 也就是通过一些方法把通道里面本身的黑白灰直接给它改掉 改掉之后再来做混合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比你说直接拿摄像保护度 我去降保和提明度 那是完全两码式的 那个出来的质感和效果是不同的 那甚至还有朋友在问呢 如果说我把当前的画面变成CMY的 对吧 可能你知道通道红红线里面看到的就不是红绿蓝了 那这个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逻辑 那我们接下来都会分享给你 希望今天的知识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